因为各位今天来到这里 所以我周乐也在这里 非常欢迎你们 也因为我今天邀请到的 这些财经大神界的 level的这一些人生的导师都来了 所以各位都来了 在下面坐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呢 我相信你们有一半都是 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财经嘉年华的 让我看一下你们举手 哪一些是第一次参加的 很多人 哪一些是剩下的都是 过去都有来参加这个财经嘉年华的吗 请举手 太好了 谢谢 好的 在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子里 大家愿意腾出时间 来参加我们财经嘉年华 我心里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因为很多的歌星演唱会 都这么多人去 还要花那么多钱 但是我觉得人生里面 最值得最重要的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自己的健康 大家认为对不对 第二就是家庭 家庭生活是平衡自己 跟社会之间最好的一个 gadge的一个工具 大家说对不对 第三个就是人永远要抱着一个 永远要有很强的求知欲 来分分秒秒来增加自己的知识 同时呢 如果是碰到比较好的老师 更要把住这个机会来参加 那么我也觉得 在座的各位就是这样子的一群 有智慧的人 让各位为自己的来临 来拍拍手 来拥抱自己一下 KTSF呢 在这个疫情期间 是第一个用到zoom来拍摄影片的 那至于我自己的节目 娱乐漫谈 更是不遗余力的 增加我们的技术 增加这种美观性 在前置后置方面 都做得尽善尽美 因此我们认为 我们做的事在业界里面 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第二 有没有人敢说第一 没有 谢谢 太可爱了 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 第一位嘉宾 Rosemary Wang 让我们用热热的掌声 来欢迎Rosemary 好 我今天演讲的这个目的 目的是什么呢 四个字 为您省睡 到底你现在income是哪个level 哪一个level 你要不要去多卖一点股票 或者你要exercise你的 这个所谓的start option 你到底是要不要把你的income conserve到一个阶段 比如说 里面有双薪家庭 然后有小孩 小孩子呢 每一个小孩17岁以下 可以拿到一个2000块的 char test credit 这个时候呢 你要非常的注意 到底你的bracket是落在哪里 40万以上 你都拿不到你的child test credit 所以你必须控制一下 你的income到底有没有超过40万 如果我们看到marified jointly 这个地方呢 你看一下 原来我们最后73万以上的 夫妻两个人的家庭收入 我才会缴37% 如果2026年之后 我们夫妻两个人58万多 我就要缴39.6的税了 怎么办呢 赶快在2025年之前 该卖的股票卖一卖 税搅一搅 去避免将来被客比较高的税 或者是说 比如说我要交这个property tax 或donation 我可以集中到2026年以后再来做 好 这个方向可能我们到时候想一想 我到底怎么样让我自己不要去hit 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夫妻两个人如果退休了 退休了 你也要注意一下 你的capital gain 加上你的social security 加上杂七杂八的income dividend的话 如果能够控制在 能够under这94千多的话呢 你的capital gain 一毛税都不要缴 那怎么样控制 等一下好好听 我会跟你讲 超过了58万 merifered jointly 超过了58万以后 你是20% 但是还要外加一个3.8 所以很可能是23.8 single的人呢是51万 single跟merifered jointly 几乎相近 那要不要结婚 California是怎么样呢 California没有优惠税率 California就是1%开始 一直到13.3 如果你的收入超过100万 你的人就是要缴13.3 这非常的重 怎么样省税 比如说刚刚讲夫妇两个人 我9万多就不要缴capital gain 但是如果万一你要赚钱 你难道不想赚吗 当然要赚 那怎么办呢 那你的capital gain 有个办法 就是我把我赚的这个gain 去投资一个fund 这个fund叫什么fund呢 叫做qualified opportunity zone 举个例子 John sells the apple stock for 50万的capital gain 当然在这个失效之前 他把这个50万投资在这个fund里面 到了10年了 他要hold for 10年了 2023年的时候呢 他把这个fund卖了 卖到这个120万 看他这个gain是怎么算的 120万卖掉 可是我的投资本是 我来我的gain去投资 当成我的本 是50万 然后呢 我有realized gain 是70万 这个时候呢 整个70万是不要缴税的 差异非常非常的大 你不管是投资S corporation 还是C corporation 都可以 那S corporation只有common stock C corporation可以 common stock plus preferred stock 两个都可以 然后呢 这个stock 你投资的stock 必须是original owned 你不可以说是 原来owner 你再跟他买 就不符合了 是这个公司呢 你是第一手拥有了这个股票 original 15万 我投资进去了 最后我只拿回来四万 我损失了十一万 不是三千三千去减哦 我一次减我的所得 ordinary loss 这个可以冲掉我w2 可以冲掉我的inventory interest 可以冲掉我的dividend 这叫做ordinary loss 剩下的一万块 就是capital loss capital loss就是 抵你将来卖股票 有capital gain的时候 才可以减 但是呢 每一年还是capital loss 可以让你减三千三千的 每一年还是可以减三千 gain excluding for selling c-corporation 你只能投资这样的股票 只能投资c-corporation 不可以投资s-corporation 好 那么什么样的股票 是qualify这个1202的股票的gain exclusion 这个gain exclusion不得了的大 无上限的 original issue stock 要在1993年10月8月10号以后 issue的这个start才符合资格 再过来呢 当你买这个c-corporation的时候 他们整个资产都可以超过五千万 startup公司是非常不容易超过五千万 所以这个政府立这个法 就是鼓励我们投资中小企业 鼓励我们把钱投资他们 所以它有这个法规出现 这个公司 比如说我这个c-corporation成立的时候呢 80%的收入 也必须是来自于业内收入 而不是什么业外收入 业外收入就是什么rent 或者是说dividend 转投资啊 去买卖那些投资性的生意 不行的 一定要业内的生意 然后呢 你要hold这个stock for五年 至少要五年 在这个时候 issue的stock的话呢 你的gain guggy是50% 这个时候呢 是75% 如果你的stock不是这个stock的话 你要缴的gain是多少 Federal tax rate是23.8 John spend了两百万 去买一个公司的股票 这个股票是符合1202的股票 两千两百万卖掉 我的成本是两百万 我realized gain是两千万 gain是多少 greater of一千万 或者是他投资的十倍 两千万 所有的两千万都不要缴税 坏处是 California not conform 加州还是要缴税 怎么办呢 搬家 我刚刚提到了 1202的股票只能c corporation 那我原来的s corporation怎么办 convert 我把s corporation呢 convert到c corporation 就可以了 对不对 convert之后呢不能后悔 因为你convert不能转来转去 s转到c 或者c转到s 只能隔五年后再互转 好 要五年之后 你再重新考虑一次是可以的 下面要提到retirement的 五百块 what happened 如果我多放了 多放之后呢 你如果还是leap 在那个account里面的话呢 每一年罚6% 不是罚一次 每一年都罚 所以这个要证实它 如果你放错了 放多了提出来 Aira to charity 就是说如果我是RMD 我的年纪到了 我一定要把这个Aira拿出来用 但是呢我又不想缴税 因为呢我想享受那个夫妻两个人 九万多以内 我不需要缴capital gain 我想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必须要提出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告诉brokerage company 我不提 请你帮我捐给慈善单位 Green Energy Incentive 这是清洁能源的奖励 这个时间呢 是从去年的1月1号 一直到2032年的12月31号 这个最高的credit 你做这些home improvements improvement这一些都可以 30%的成本 这个是汽车 我们讲的这个像Tesla这种汽车 你买了一部新的Tesla 或者是其他电动车 在去年1月1号开始生效 最高的credit呢 就是7500块 下一个啊 就是business 如果说我买一部电动车 给我的公司用 那个这个就比较好 没有income的限制 而且呢 也没有price的cap 刚刚讲五万五啊 讲到这个八万块啊 是个cap 但是呢 这个的话呢 就不会有一个限制 好 credit的话就很大 如果我的车子呢 是一万四千磅以下的商业车 商业用的车 我的credit是7500块 如果是一万四千磅以上的话 我的credit就是四万块钱 这很好用啊 再过来是solar 我装了solar啊 那注意一下 solar的话呢 到了今年还有30%你的price 一直到2032年的还有30% 33年就变成26 一次递减到2035年就没了 这个121大家很陌生 但是讲到25万的免税额 自住屋或者是50万的免税额 自住屋大家都很熟 这个法规就是叫做121的exclusion 举个例子 AB他们是merified jointly 他们purchase the home 在1月1号15年 for 40万 然后呢就把它当成一个primary的residence 然后呢就把它在1月1号的时候呢 我把它转到这个rental 然后后来把它卖掉 卖了90万 看这个图 也就是说我头三年 2 out of 5 你要5年做测试 这5年之内呢 我住了3年 我rent了两年 我出租两年 那到底我的20万或者是50万 我可以享受多少的exclusion呢 多少是不要缴税 好 这个情况是符合的 对不对 我5年1 2 3 4 5 5年之内呢 我住满两年 这3年嘛 所以是符合的 2 out of 5 那它的game怎么算呢 我sell 我卖掉了90万 我买的时候的purchase price是40万 我的realized game是50万 所以我整个50万都可以不要缴税